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人都纷纷喊话赵本山不能退出,从赵本山退出春晚的时候,很少人在看春晚节目了,收拾率也只能用冷淡两个词来表达,之后关于赵本山最多的消息就是收纳徒弟,而今天小编给大家所说的就是赵本山其中三位背叛他的徒弟吗? 离开赵本山这位严的师父之后,生活都会有所改变,有的会惨淡,也有的会得高旺盛,尤其是小编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位,竟然自己成为了赵本山最怕之人,他究竟是有大背景,还是平靠自己呢? 小编与大家一一揭晓,首先说一下赵本山当时最看重,也是最开始收纳的徒弟吧,他就是小沈阳,如今关于他的消息就如同没有这个人一样,现如今的生活只能一个字来表达惨,当时本以为自己能够撑起一片天,结果宣布大飞失败,因此在想回归是没有希望的。 第二个也就是于小光,当时他是在娱乐圈人人喊着打,人人喊着骂之人,因为与女粉丝不明关系以及九军事件,当时就与赵本山发生了矛盾,因为当时发生这种事情,许多人都是责怪赵本山本身没有看情之人,而这位于小光是有着家庭之人的,与众多女粉丝发生过令人质疑的关系,之后这一消息被传,不他也就被光杀了。 最后一位就是赵本山最害怕之人,他就是范伟,两人说不上是师徒关系吧,但是其实赵本山就是他的前辈,两人已经是黄金搭档了,本以为两人之间的感情非常的牢固,本以为两人与老搭档的原因不会轻易的分开, 怎么也没有想到范围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选择抛弃老搭档,如今他的生活比赵本山的成就还要多,已经赶超了赵本山,如今的赵加班大不从前,但是也希望赵加班所有的成员不要像之前那些背叛过赵本山的人一样,他的努力付出都是为了赵加班以后要走的路程, 所以说要体调一下师徒的辛苦,你们说对吗?